盾掉了 我相信大家趕快抓回節奏以後 慢慢會再進入佳境 不論車況調教越來越完備 人的狀態也會恢復到一個比較巔峰的狀態 的確 所以早上N2000組的黃宇彥真的非常的可惜 他原本是有機會 而且以他的表現跟實力應該是可以拿冠軍的 但他卻誤以為自己是在領先 還讓後面的慢車去超車他 還打了雙黃燈 因為路面有一些漏油的狀況 他想說就穩穩的開 開個兩分左右的單圈 就可以撐完下半場再拿冠軍 結果可能一個疏忽 車上無線電也壞掉了 隊友也通知不到他 那另外就是Cosman車隊的 其實也是蠻有經驗的康哲偉 很可惜 他就是忘了進站了 而且實際上旁邊也都提醒他 有三圈的機會都提醒他 但是他都沒看到 可能因為前半段有Septic Car出來亂掉了這個原本的節奏 然後車況也有一些故障 他說動力有流失一段時間 後來又恢復正常 可能讓他的整個這個程序就打亂 所以他忘記在第20分鐘到第40分鐘一定要進來的這個規則 對 所以這個的確在整個比賽過程當中發生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車手來講可以說是蠻大的一個失誤了 這是一個失誤的情況 非常可惜啊 不然他們應該是有機會站上白腳台 我們就來看這個超級防車賽今天 這一次力保開幕的Racing Carnival 壓軸的大賽 包含了TCR 就是從我們這個FIA 2014年之後推出的TCR的賽車 我們以這一場來說看到的有Honda的Civic的TCR 也有Volkswagen的Golf的TCR 然後以及BC Racing的兩台就是Audi RS3的TCR 那Turbo組的部分主要比較多的都是這個Toyota的86 這原廠的2000的自然進氣加了渦輪之後 都有300多匹的動力 然後包含這個後輪傳動 那另外也有像我們剛剛在起跑也有看到的就是王健民 跟我們台灣之光同盟同盟王健民開的是Celica的GT4 也是超過將近二三十年的老車 依舊老當益壯 他也有似乎百逼的動力 我們看到暖胎圈第一圈似乎 裁判長並沒有按下綠燈 剛剛看到是紅燈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這個起跑前的這個Marcher 有在舉出了Extra Formation Lab 就是要再多一圈的這個暖胎的動作 早上的N2000是第一圈就正式的起跑 一圈之後那只有三圈的一個機會 如果真的第二圈還是不行那就看第三圈 那第三圈之後就不會再有第四圈了 對就會直接強制起跑 但是如果你是被裁判判定從這個Monitor畫面 監控中心看到你有不合規定的動作 都會在做這個告發這個發折的部分 到時候就要進行這個禁閉的Drive Crew Penalty 發秒的部分是非常得不償失的 好 我們再來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到底誰是這個害群之馬 因為基本上依照這個80公里的速度在暖胎 大家應該要盡快地拉近彼此的距離 中間其實這些車手我相信都是有資歷的車手 看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夠拉近距離 然後在這一次第二次的起跑能不能夠獲得裁判長的認同 好 現在列隊的狀況看起來是比較正常了 好 場上持續還是在紅燈的狀態 還沒有正式的起跑 我們的壓軸的這個決賽是一共有60分鐘 一個小時 好 我們看他們現在已經快回到我們 密保23個彎的後段的最後兩三個彎 那帶頭的亞元昊也很有經驗 壓慢了速度 讓稍微在後面落對的車能夠再黏緊 只是應該要看到前倒車才對 對 前倒車到底說還沒有進去 但我們在這一圈來看一看 目前帶隊的亞元昊有沒有依照 後面的車有沒有依照這個賽事規則 做兩兩排序的動作 好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如果這個拱門下面的紅燈變成綠燈 就表示是正式的起跑了 變綠燈了 綠燈了 所以這一圈完就是第二圈動態的起跑 是正式的起跑 朱家瑋馬上拉出來 我們看一下 姚淵昊有一個攻勢把他守下來 姚淵昊帶出去了 這個 不知道他在1號彎會不會有出現的罰則 我們看一下裁判怎麼判定 因為他已經是偏離賽道了 對 他已經偏離賽道了 我們看有沒有罰則相關的疑慮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是希望先守住領先的優勢 不想讓後面的朱家瑋的車輛能夠超越 但基本上其實他們不同組別 一個是S2000組 姚淵昊前面的ODI是TCR組 對 家瑋哥給姚淵昊其實有滿大的壓力啦 剛剛有稍微跑出去了 對 本來家瑋哥是 排位是第三位 但一開始他就發動了共識 好 其實中後段的車還滿刺激的 都幾成一環了 反而是前面的三台分別是 姚淵昊的ODI的TCR 以及第二名是購車制 竹家瑋的308的Racing car 跑在S2000組 好 第三名一樣是屬於TCR組別的這台 桃紅色的Golf的TCR 是梁文耀 梁文耀跟衛士比 這一組 9號 昨天有一些碰撞跟林業搶救 目前看起來車況還恢復得不錯 不過這台Golf跟這個308年的還滿近的 雖然他們是不同組別 我們看一下這個 姚淵昊要怎麼跟這個後方的追車 有一個比較安全的攻防 因為他們是不同組別 沒有必要去做破命的廝殺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彎道中 一不小心有可能就是兩敗俱傷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1號彎 姚淵昊過了 姚淵昊是有經驗的 他往左邊稍微煞車 讓後方的車先過 姚淵昊是擔任52號車 這次跑在前面 他是先跑 原本他們是要讓這個 帶小翔彈圈比較快的小翔來先跑 可是他們可能今天 臨時跟大會做個申請的策略的改變 讓元昊來先跑 他們這兩位的搭檔 事實上也經過了很多的比賽了 對 其實他們昨天在Qualify有一個 有驚無險 在最後我們知道有A車手跟B車手 他們在A車手結束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車上的避震器 左前避震器壞掉了 然後只用了 因為A車手跟B車手之間 只有短短的5到10分鐘的機會 就換場了 他們馬上拆了他們備用車的避震器 拆下來再裝上去 這一台車的左前避震器 只花了不到10分鐘 所以這個車隊的比賽 一直是我們講的 除了車手 贊助商 車輛 後期不可忽略 7分鐘換一支避震器 從另外一台車拆下來 還不是從紙箱拿出來 是從拆下來再裝上去 大概七八分鐘而已 這就是車隊的經驗 52號車就是有藝人的搖曳號手駕駛 他昨天事實上 他個人跑出的單圈 最速的成績也不錯 1分52秒229 在排位賽的這個